为什么在五天之后的星期天 英国王室的驸马爷就被枪杀了呢 大家如果还想不明白的话 我再告诉你们一下 这个驸马爷在娶这个lady之前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在布里斯托大学毕业以后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去这个这个 唐宁街做了外交部的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他的最开始的人生设计 他本来是想从政的 而且呢他说实话 他当时在外交部门工作呢 工作得也蛮顺利的 因为后来那个是中东还有伊朗那边 发生了这个也是战乱什么的 然后英国当时好像有 我忘了是维和部队还是那边有人质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外交部呢 还专门把托马斯派到那个中东 派到伊朗去作为这个谈判 人质谈判 就是人质交换谈判的那个谈判专家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他其实是 这个这个驸马爷他是很有很能干的 至少至少我觉得他能够去中东做这个谈判专家 说明了他的口才是非常厉害的 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去做谈判专家 所以说呢 大家想一想 威廉王子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 怎么会突然跑在慈善机构的时候 会突然讲出来这些政治的话 我我我我我可以理解 这个驸马爷啊 他口才太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是个人跟他聊聊天 可能都会听他的 不然他不可能去做谈判专家 释放人质啊 你想想看那得多好的技术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但是我说了 我说的这一切都只是推测 我没有任何证据啊 我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啊 对不对 他们怎么见面的 然后那边是怎么跟他说的这些话 我不可能有证据 但是我告诉你们 我刚才没说完 驸马爷 这是驸马爷的第一份工作 后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后来就从政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可能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呢他就离开了 这个英国的外交部 然后去了一家那个金融公司 然后他在那家金融公司 做了几年高层以后呢 他又出来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那家金融公司的这个老板CEO 然后也是大股东这样子 他后来的人生履历就这样 再然后他就 然后也短暂的曾经跟那个 凯特王菲的妹妹皮帕 曾经约会过 后来约会之完了以后 也就是普通朋友 再然后他就碰到了 他后来娶的这个太太 那就辈分上就已经是 皮帕和这个凯特王菲 以及威廉的姑姑了 对 查尔斯的堂妹嘛 那就是他们的姑姑 那他就摇身一变 就变成了凯特王菲的姑父了 也变成了这个 威廉王子的堂姑父 这样子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从这些千丝万缕的 这个人际关系 还有以及他的这个工作履历 来推断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是 是发生了什么呢 我说了啊 下面的这些只是推测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就是你知道吗 这个英国王室啊 他不是说所有的 这个这个皇室成员 都是有津贴的 都是有工资的 比如说像 像这个查尔斯国王啊 还有卡米拉呀 还有 包括这个安德鲁王子啊 就他们 他们都是有津贴的 换句话说 那叫paid Royal family 就是他们 他们Royal family 就是皇室 它是一个非常大 它可能有几百个人 几百个 就是都是 都是都是皇室的成员 但是只有 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就是只有 就是长子的那一部分 就是这种有title的 然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才有津贴 或者是paid 就是他们是工作的 working的 那打个比方 原来哈利王子 和梅根结婚的时候呢 皇室也给了 他们这个option 就说你呢 你要你如果要这个title 比如说这个公爵 和公爵夫人的这个title 就是梅根 如果你要结婚 然后呢 你是要这个title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给皇室工作 因为这个title 不是随便给的 那如果你不想给皇室工作 你还想继续去好莱坞 当你的演员的话 那我们就不给你这个title 但是你可以继续的 从事你任何喜欢的职业 大家明白了 我明白了吗 所以当时呢 梅根呢 想的好好的 想的美 心想 我当然要title 对吧 当公爵夫人多厉害 对不对 所以他就要了这个title 他就说 那我不演戏了 我就专心的行使 因为你要了title 你就必须要给皇室干活啊 对吧 你不能光拿title 光拿钱不办事啊 对不对 那你就是paid family member了 所以说呢 当时梅根选的 就是那我要这个title 然后我也愿意 行使皇室的这些工作 所以他梅根和哈利 最开始的计划 就是说他们结婚以后 这个梅根呢 他从美国就搬到英国来 就定居在英国了 而且说实话 梅根本来就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现在变成 他已经变成美国人的身份了 但是anyway 这个不重要 就是最开始 他们谈好的是这样子的 结果呢 没想到呢 他怀孕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 具体他们的 梅根和哈利的事 我就不在这讲了 一讲的话 今天讲一天都讲不完了啊 总而言之呢 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 梅根生完孩子以后 他觉得自己 底气壮了 而且外加 他自己又认为 他受到了英国的 这个种族歧视 这个皇室的 种族歧视 所以他就闹着 要脱离皇室 这么着呢 他就脱离皇室 然后回美国了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哦 就是因为他当初 是答应了 要作为皇室的工作人员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 才封他这个爵位的 他才变成 这个梅根才变成 这个公爵夫人的 否则的话呢 他如果还像现在一样 比如说去做演员 或者去做生意的话 皇室是不会 不会给他这个头衔的 那么他脱离 这个皇室以后 按理论上来讲 皇室应该是把 他公爵夫人的 这个头衔 就要收回来了的 因为你又不给 皇室干活 对吧 你又自己去做生意 你不能再顶着 皇室的这个title 这个名称 去干活 比如说他前天 刚刚在Instagram上 发布了他新的 一个系列的 一个business 一个商业 就是他卖什么 锅碗瓢盆啊 厨房的用具啊 什么这个那个的 然后他那个网站上呢 写的就是 公爵夫人的 那个什么什么 他自己创立了 一个厨房家家电的 品牌 说白了就是 那你这个就是 在钻空子啊 我要说实话 我觉得要是 伊丽莎白女王 还在的话 他绝对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的 就是说他绝对 不会允许 英国皇室成员的 title这种头衔 会被拿去做一个 厨房用具 锅碗瓢盆的 一个品牌的 他也没有 把它作为品牌 名称 但是他的 就是挂羊头 卖狗肉 说白了就是 他那个网站上 写的是 公爵夫人的网站 然后呢 卖的又是 厨房家电用品 这个事我不说了 我再说的话 我接着说驸马爷啊 所以驸马爷 他口才是一级的好 那么驸马爷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凯特王妃和 这个皮帕的关系 然后所以这个 驸马爷呢 在这几年呢 肯定也就成为了 这个 凯特王妃和 威廉王子 共同的朋友 因为他曾经 跟皮帕是好朋友嘛 对吧 而且好像媒体报道说 一月份 就是他死之前 还看到这个皮帕 和这个驸马爷 曾经一起 在哪里散步 所以就他 其实驸马爷 他口才又好 他人缘又好 所以他跟这个 凯特王妃一家 包括威廉在内 都是就是 很好的好朋友 说白了就是 因为皮帕的关系 那么这样问题就来了 就是其实啊 驸马爷虽然 他入赘了这个皇室 英国皇室 然后呢 他是没有头衔的 然后他也没有 拿这个皇室的津贴 所以他其实是 可以做任何工作的 他哪怕去从政 都是没人管他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是没有 这个禁忌的 因为他不是那个 就是核心的皇室成员 这是第一 第二他也没有领 这个皇室 皇室的津贴 他是自己赚钱的 所以这里问题就来了 我得尽快说 这里问题就来了 就是像这些 没有皇室津贴的 这些皇室成员 他们其实生活过得 并不宽裕 之前我还看到 有一个报道 就是这个 驸马爷的老婆的爸爸 就是那个 叫肯特 肯特王子 就是驸马爷的岳父 曾经被媒体 曝光出来说 这个这个肯特 肯特王子啊 居然被媒体 英国的媒体 扒出来说 他曾经答应 说普京 俄罗斯的总统 总统普京 大家没有听错 普京 他答应 普京的那个 公关人员说 他可以去 给普京提供 什么 Royal Access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皇室 英国皇室的人脉 或者说是 英国皇室的 联络 就类似的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这个词啊 就是Royal Access 然后呢 价格是 一天是 一万英镑 然后呢 这件事情 被媒体曝光以后 当然肯定就 肯定就没有了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你一个皇室的成员 然后你 就说白了 不就是 不能叫贿赂 因为他是 他是 他是明码标价的呀 但这种事情 王室 英国皇室 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但是我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 我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是要说明 在这些不领津贴的 英国皇室的成员当中 他们的经济 其实是 经济状况 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 哦 就都是有钱人了 只要我是英国皇室的成员 我就都有钱了 不是这样子的 完全不是的 他可以为了一万英镑 做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可以来做这种事情 然后明知道 俄罗斯是英国人的退投 对不对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 英国是在那个 不过他那会儿 他那会儿做这件事情 俄乌战争还没开打呢 但是不管怎么样 俄罗斯和英国 一直就是死对头啊 所以 可以想象 那他的岳父都这么缺钱 他这个 他这个老婆呀 也不会太有钱 我觉得也就是 中产阶级小康的生活水平 因为他们 我说了 他们没有办法 拿到皇室的津贴嘛 那他们就只能吃老本了 比如说祖上流传下来的 什么庄园啊 什么地产啊 就只能吃这些老本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有这些老本可吃的话 也不至于为了一万英镑 去卖身吧 所以呢 他驸马爷接这个婚呢 他自己也就是一个 就是他不算有特别有钱的人 他可能资产也就是几百万英镑而已 不会像哈里呀 威廉呀 他们都是上千万级别英镑的啊 所以呢 他我觉得 而且他又经营的是一家金融公司 大家明白了吗 他金融的是一家金融公司 然后他的这个这个 不是他不是嫁 他娶的这个公主呢 又并不是一个 嫁妆很丰厚的一个 一个太太 那么他又 他们又过的是这种 皇室成员的生活 那支出又非常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是 这个驸马爷呀 他的客户名单里面 肯定有来自犹太的 那个叫什么 罗斯柴 柴斯什么 就那个特别有钱的 那个最有钱的 那个犹太家族的 有来自这个犹太家族的资金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他的岳父 可以为了一万英镑 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提供王室的人脉 那么这个驸马爷 如果他又是做一家 投资的金融公司的话 然后又有一个 就是非常有钱的 这个罗斯柴斯的 这个犹太家族 比如说给他的金融公司 提供了大量的这种 投资基金的话 他会不会想要 在英国皇室这边 帮犹太人说说好话呢 比如说 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 威廉王子 居然会去 居然会去参观 这个犹太人的慈善机构 然后戴着那个犹太人的 小瓜皮帽 然后说我们应该阻止 反犹太的这些运动 然后在另外一次 又说 我们应该呼吁 巴以战争尽快停止 来达到和平 明白了吗 OK 所以 在威廉王子 做了这一堆的措施以后 而且我可以确定 威廉王子做这些事情 一分钱都没有拿 我可以确定 他绝对一分钱都没有拿 驸马爷应该拿钱了 这就是 驸马爷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的岳父 肯特 王子 想做 想给普京做 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 明白了吗 所以 威廉王子前脚账号 二十 二月二十号的时候 说完了这些话 二十五号 驸马爷就被人枪杀了 不用我说了吧 不用我说 这是谁干的了吧 我希望这个案子已经破了 但是 我说了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有可能我说的 我说的这些猜测 都是真的 也有可能 全都不是真的 驸马爷就是自己 开枪 崩了自己 自杀的 刚才我一口气 撸了半个小时 说的有点太累了 所以有几个关键的点 我没有想到 我现在用一分钟的时间 把后面的几个点 迅速的说一下 那么 我们再确定了 这个驸马爷 为什么会 被枪杀的 这个前因后果以后 所以后面的 一系列 威廉的这个 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行为 也就都可以 完全理解了 为什么 2月25号 英国的驸马爷 在他的父母家 莫名其妙的 中枪身亡 对吧 然后呢 26号就是星期一 这个消息 肯定就已经传到了 英国皇室 我不知道那个新闻媒体 是不是26号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 26号呢 威廉王子是 接到这个信息了 但是他为什么 会在27号 突然缺席 临时缺席 在这个追悼会 开始前45分钟 白金汉宫突然发表 声明说 威廉王子缺席 今天这个希腊 已故国王 威廉王子的教父的 这个追悼会呢 因为在20号 威廉王子发表了 这个巴以战争的 相关的言论之后 25号星期天 驸马爷就去世了 而且是被枪杀 不管他是自杀 还是被谋杀 然后在27号 我相信 如果仅仅是 威廉王子 个人担心 或者是害怕 他会在这个 公共场合出现 会出事 他会在提前 一天 就会取消 这一次的追悼会 但是如果他在提前 45分钟 突然紧急的取消 这次行动 而且让所有人 都大惑不解 还以为是 凯特王妃出事了 你知道吗 出现这种情况 在追悼会开始前 45分钟突然取消 而且是由 白金汉宫的 这个官方来取消的话 应该是 他们的情报部门 应该是官方 不管是皇室 或者是英国的情报部门 已经收到了 相关的信息 或者是发现了 有这种危险 发生的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 27号 白金汉宫会在 追悼会开场前 45分钟 突然宣布 威廉王子 今天不会过来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不仅盯上了 驸马爷 更加的盯上了 下一个目标 就是威廉王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这次追悼会之后 卡米拉会突然 说要停止 暂行这个皇室的公务 理由是因为 她过去一个月 都太忙了 一下子参加了 十几次的 这个皇室的活动 她太累了 70多岁了 然后她马上 要跟家人 去海外度假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一条线相连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好 但是呢 我估计呢 在几天之后 英国的皇室的 这些安保团队 包括英国的 这个情报局 应该已经排除了 这种安全的隐患 所以说大概在几天之后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 英国皇室的这几位成员 又都恢复了正常 那么威廉王子 现在也都是在正常的实行 皇室的公务了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 也是英国狗血 连续剧的最后一集了 后面呢 就看我以后正常的 伦敦播报吧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